这是在缅甸的克伦尼巴 这是又一期的克伦尼士兵的毕业典礼 越来越多年轻的人参加了革命 参加了缅甸的革命 平时训练和他们的训练是艰苦的 但缅甸人的天性的快乐 虽然前方面临的很多危险 也许是牺牲了生命 但是此时的他们 还是享受在年轻人在一起的快乐 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此时大家还是跳起来 有的人在做示范给他们 是怎么想抓前舞呢 因为是临时跳 他们应该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 就是大家业余的一个娱乐 这有的人 他们的服装也不是完全 各个地区的也不统一 然后编号也不一样 另一组 另一组的教练带领他们又跳起来了 这个就是边跳还拿起了武器 有的人你看穿的还是拖鞋 人质拖 这个不是啊 这个教练穿的是人质拖 黑色的衣服应该是教官吧 也是不在乎跳的长不长旗啊 就是大家年轻人在一起 团结一致 所以很多人说缅甸这些地方武装 还有PDF不太可能成功 因为看到了好多他们像 比较地方游击队不是那么正规 但实际上他们的正规军还没有出来 只有个别的一些视频和照片 有机会飞哥再分享给大家 这只是克伦尼的一小部分人 这是最近的一期学员的毕业 他们也留着一个纪念吧 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有这么大的勇气 这么多人加入了缅甸的革命 所以大家看到就知道缅甸未来的局势啊 在毕业典里怎么能少了鞭炮声呢 不对 他们这可不是鞭炮啊 直接就手里就开始了 比较有趣 看到有趣的也是在现实生活中 也看到他们是经过了刻苦的训练 魔鬼训练 平时多流汗 暂时少流血 脸上流露了很多青涩的 青春的特色 就是靠这些人 因为他们把生命都看淡了 那其他的事情就简单了 如果没有这种勇气 再好的教育也没有用 口号喊得在想 不如实际行动 这就是缅甸的一个现状 飞哥分享给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MUAA's